我选了九次选举 一次省议员六届省议员 上届届市长这次我第九次选举 我从来没有看过中华民国的选风 这么糟糕这么负面 妈妈市长即使是我 我也要面临某黑攻击 有人说女性说我 迎往送来 当市长期间只会迎往送来 各位视频朋友 对一个女性描述她迎往送来 是多么不堪的字眼 是多么的侮辱人 也有人说我 这个妈妈市长只会柴米油盐酱醋茶 完全谋杀我们女性 在执政上的努力跟成果跟成绩 也是看不起人 你的妈妈只会柴米油盐酱醋茶吗 当你受到委屈的时候 家里谁给你温暖 谁给你保护 当你没有钱的时候 妈妈怎么去张罗 怎么抚养你长大 所以妈妈不是只会柴米油盐酱醋茶 某人说老书盐做市长不是好媳妇 用十八世纪的传统观念 在挑拨离间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其实吴秀燕受到攻击不算什么 整个这次的选举我们看到 长期维护民众的消机会 竟然被抹红 被攻击 我们看到长期救苦救难 哪里有灾难去哪里帮助民众的慈祭 被污蔑被攻击 我们看到台湾大学 台湾最高的学术殿堂 也被攻击被猛黑 我们的社会为了这次的选举 已经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今天我比较资深 我要代表我们的女性 所有的好姐妹们 跟蔡总统讲话 蔡总统 你难得能够成为国家的领导人 也能够成为中央执政党的主席 你一定 你富有导政社会善良选丰 正向选举的责任跟义务 约束网军 约束侧义 不要让中央政府 滥用国家资源 假公祭司 在攻击跟你竞选的人 因为 因为我们国家 我们的城市要往上走 要往正向选举走 要往善良的方向走 我们这十位的县市长候选人 我们跟大家保证 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表示我们除了会保护城市 我们会防疫 我们会做经济 我们会建设 更重要的是 我们重视社会价值 因为在我们的执政之下 我们一定促进我们的城市和谐 我们一定会正向的发展 一定会促成国家社会往善良的风气走 这就是我们 也因此 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城市关心 对国家关心 拜托大家 在这次的选举当中 给我们十位的女性候选人 给我们机会 帮我们拉票 帮我们投票 给我们吹票 好不好 好 好 恭喜 恭喜我们台中的乡亲市大 大家好 大家晚安 好 感谢所有高雄的乡亲 感谢我们的卢市长 在930年的时候呢 到高雄力挺科之恩 我们都知道 女性的政治人物被认为 细致 勇敢 因为 我们为人妻 我们为人母 我们也侍奉公婆 所以我们知道如何用女性的魅力 女性的认力 来服务选民 国民党对所有的女性从政者 特别是对这十位 我们的女力来说 我不需要大胆的讲 国民党给的 不是避风港 但是我们学习到的是 我们在惊涛 骇浪当中 我们乘风破浪 我们就可以成为人民的避风港 大家说对不对 对 对 柯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我也是25年的大学教授 所以我很清楚 所有的女性 她们对于教育的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 我要给孩子很好的教育 她们才有办法撑起台湾的未来 所以不要告诉我 我们拼的是未来的四年 我们要问未来的十年 未来的二十年 所有在场的县市长 留给这个城市是什么 水泥墙没有办法造就一个伟大的城市 唯有教育跟文化 才是一个城市伟大的一个基地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所有女性的这些候选人 她们对教育的认真 她们提出了如何能够透过教育 来翻转孩子的未来 如何透过教育 可以让我们穷乡弱势的孩子 能够再有向上的一个力量 我们很清楚 给孩子双语教育 给孩子城市教育 像高雄 是一个这么伟大的地方 伟大的海港 就要给我们孩子最大的国际竞争力 所以我们会用力 在教育上面 我们都知道 我们不会举在喂房子 但是我们会举在喂孩子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我们也很清楚 要透过教育的翻转 透过不是只有城市的外交 我们要透过学校的交流 因为我们除了女性的候选人 都很清楚 孩子的世界在哪里 她的眼界就在哪里 这是十位女力 大家坚持 一定要用教育来翻转 所有人的未来 请大家支持 这些女性的候选人 因为我们比谁都知道 教育对我们的重要 柯智恩是一个北漂四十年的女性 我从来不知道 四十年之后 我再回到南部 我们的孩子 还是在北漂 2017年 高雄落后台中的人口 只有三百多人 现在已经到了七万多人 你告诉我民进党做得多好 两年 四万年年轻人没去 民进党这种 人民没过得更好 民进党这种 好的总是 所以柯智恩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勇敢的承诺 真的让年轻人 能够回到我们的家乡 让他们养得起小孩 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的速度 赶得上父母衰老的速度 大家说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产业 我们有很多的产业的升级 高雄是这么伟大的地方 我们高雄首选的 不是只有我们的农产品 还有我们的观光 还有我们非常多的事业 但是最重要的是 高雄首选 可以农产品到时尚产品 只要我们有心 我们绝对有办法 让年轻人 不是只有工作 而是有好的工作 这是身为一个母亲 身为一个女性 可以更用细致的方法 来让城市变得更安家乐业 我们所有十位女性 都会很清楚知道 女性的特质 我再说一次 我们追求的绝对不是避风港 但是呢 我们学习到 这这么困难的环境当中 我们绝对有办法乘风破浪 你们愿意挺身相挺 我们就勇往直前 这才是女性的力量 请各位支持 十位女性候选人 让女帝 再创台湾的政坛奇迹 再创一次奇迹 感谢各位 感谢台中的乡亲 请支持高雄市长候选人 柯志恩 再次的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我们看到柯志恩的粉丝 市长选恩 港督更加分 帮柯志恩加油打击一下 好不好 好